哈喽 不知不觉 做院子已经有30天了 有些朋友说做30天 有些朋友做42天 我也不知道要做多久 我老公煮了你那个好香 这个是甜酒鸡蛋 今天搞个三个够没有 差不多了 等下我也要吃一点 你别吃你也不用喂 这个很香 快烫 一开就可以吃 搞了三个鸡蛋 他们说做月子不能吃姜 但是有的人说能吃姜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但是不放的姜感觉会很腥 不是腥 嗯 姜是去寒气的 有的网友他说姜也不能吃 我也不知道哪里能吃 你吃了吃了那么久了 还不知道不知道都吃了 有什么办法 这个在网上面买的 四盒是20块钱 多少钱 没有超过22块钱 这个是高级 这个是红皮花生 这是红枣还有红豆 红糖的话 因为我们在这里买的他就没有在网上买 就是我红糖 家里面又有一个铺皮鸡 你在这上面又买一个 你到时候说 懒得收拾都不说嘛 就是觉得好像买那么多 嗯 也没有什么用处是 用处是养的23块钱 耶 因为那个炖 就是炖久一点 是一样的是吧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宝宝那里 女生都我们看了一下 然后花了七万多差不多八万块钱了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样做父母嘛 就是就一定要以宝宝为心嘛 就自己都无所谓 怎样都无所谓是吧 主要是宝宝那里 要太好就是都已经 我都已经很欣慰了 就是自己那个心也放下来了 再怎么讲做父母的都是这个样子 买买一碗 我的早餐来了 三个鸡蛋 你又吃完了啊 吃不完可以剩吗 必须要吃完 然后你说这么一小碗 哎呀不是很大碗 你就不吃还说很大一碗 我说甜了 我放了糖不是很多 你放那么大一块还不是很多 甜一点好 生活着要甜腻腻的 多吃一点云氧好温 不要怕吃怕吃 做月子一定要吃好 你说我到底是做上十天 还是做四十二天 三十二天我都觉得它少了 你想一下你月子没做好的话 到时啊 头又痛啊脚又痛啊 到时要去医院去花钱 累的还不是我 还不是 现在挣钱都很挣 你看一根包包 在这一月这里啊 这人住了一个月 我的 把你也去不了 是不是 如果你把月子做好了 后面 的话啊 手啊脚啊 头啊 身体健康啊 是不是 就是 他说我住在那边 去挣钱也安心你了 你没有人没有事 互相